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改去宜兰泡温泉 通风浮浮沉啊 所以去 去泡温泉 他又请游染车回来带我来 去 地漂 临时改行程 就怕廉价出油计划毁了 还好农物在接近十点左右 慢慢散开 班级一恢复起降 安检出大排长龙 大家都急着要赶回家扫墓 我要去问的啦 台中清泉钢机场 因为受到农物的天气影响 能见度很差 接连两天都有七个班机取消 分别是国内线五班 国际线两班 不久人滞留国外 想回金门澎湖的旅客 也被卡在机场乱成一团 在要加开十二点半左右到一点半 一到一点之间有一个船班 那我们现在是先登记 用游览车载到布袋港那边去 清明廉价 不少人早就规划出油或是扫墓 这下因为机场农物的关系 打乱行程好扫兴 散新闻 趁正东方品门台中采访报导